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这次我们要拍摄gallamping的vlog 没错我们又去gallamping了 预计了白泥部落的地方去scamp 我們這次四個人一起去Glamping 沒去過的第一次去的 上網看到的照片就很漂亮 所以就打算去試試看 但是在我們去的前幾天 令到我們差一點就去不了 還有我們今天會帶Dumbo一起去 跟我們去Camping Again 所以我們待會就去到那個Camp Sight再見 今天就是穿了這件夏威夷衣服 這個頸帶是炸帽 我們是這個營區的第一位客人 但是其實大家可以看到 很多東西都還沒準備好 所以現在我們已經到了營區 而我們其實今晚應該是住這一間的 但是他還在整個燈 所以我們就唯有在這一間等著 那就是 希望他快點整完 我們就可以繼續我們今天的活動 我們今次訂這個是帆船營的 也是整個營區裡面最貴的一個營 也是最大的 而進去就會看到有兩張雙人床 還有一張Extra的單人床 那兩張雙人床也不是氣墊床 而真的是床褥 所以其實睡覺方面我也覺得挺舒服 但是枕頭就太薄了 所以要墊高它 那右邊也有一些掛衣架 木桌 木椅 讓你擺東西 而裡面也設有冷暖氣機 還有一個超大的風扇 晚上的話其實溫度是非常OK的 但是早上起床會發覺 哇 真是會熱醒 因為太陽就直接曬到帳篷 所以整個帳篷是很焗和很熱的 享受了人生 享受了人生 對 平淡一點 哇 看到自己下面有個位置在掛著 這張雙人床不舒服 但我看到下面呢 其實是會拆底的 但它沒得整高一點的 沒有啊 所以證明什麼 證明你不夠輕 4點46分 然後我覺得現在太陽是正好 因為現在不知道大家看到這個月光 在這個位置 Hello 開心仔 乾杯 不要抹起來 讓我們去吧 不要抹起來 我們去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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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的 你 so much 什麼 甚麼 哪 超級 我們現在馬上也有在打擾第三張雙人床 這張雙人床都蠻大的 有点反抗 现在是日落时间 虽然你看到后面背光 但其实后面是日落着的 这里有个观景台 可以上来看 今天只有我们这团团友的关系 所以后面那些都没开 但它开在旁边 所以感觉没有那么寂寞 很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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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发起来就想起 不如用粟一烧做调味 谁知道是失败的 然后我们也利用这个鸡翼的醃料 去醃一些金箍 其实最后这个真的很好吃 超级推荐大家这样吃 超级推荐大家这样吃 晚上我们玩了几款board game之后 就睡了 因为太累了 其实晚上都没有什么样錄片 其实晚上也没有怎么拍的 影片 my heart is out in the rain I know that this is sudden but do you feel the same? Do you feel the I can't make my mind up I don't know what to do I'm trying to be honest I'm a point of view So tell me that you're leaving me I wish you were staying I think that this is worth it But do you feel the same? Do you feel the same? Do you feel the same? 第二天我們也沒怎麼錄片 因為12點就check out 所以我們簡單煮早餐之後就走了 Hello 今次想特意拍一段影片 說說我們在這個旅程中 有些不愉快的經歷 因為我覺得很多人推演這段影片 都會覺得 WOW!Angela 我去了這個地方這麼漂亮 或者經常都會拍到一些景色很吸引 可能大家看到的東西 又未必是我們真正感受到的感想 所以就希望如果真的有興趣去的你 都可以聽一下我去的一個經歷 話說整個旅程其實就是我去預約東西的 所以就是我最清楚整件事的過程 應該3月左右 那我就聯絡他們 我們5月的這一天和這一天 我們就想來住一晚 其實他們都很有禮貌 而且是很快去回覆我們的訊息 因為他們5月的時候 即將會把他們舊的營區搬去一個新的地方 所以5月的預約是未確認的 但是他就幫我們留了位 我們也沒有付到任何錢 那我4月底的時候 我都有再追問過他們 就是問他們工程進行成怎樣 我們有另外3位 他們可能也要請假 或者要預留過一天 所以在4月底的時候我問了一次 第一次回覆的時候 他就說工程進行 旁邊還沒回答我們 那OK的 沒問題 我們再等多幾天之後 他就再發訊息 就已經有一些照片給我們看 就是說裡面已經做好了 所有東西已經準備好了 那也都是跟我們說 你要在這個日子之前 就要安排你的預約 那已經發了一些給錢的資料給我們 那我就立即跟我的團友說 那我就說 那個營已經準備好了 你們可以請假了 那於是我就很快去給錢了 我們去的是星期五、六來的 但是呢 星期三的我想下午時間 他就突然間打給我 他就說 不好意思啊 陳小姐 你們那個廁所還沒建好 可能要你們取消你們的行程了 那我聽到的時候 我已經有點覺得不滿了 為什麼會安排得這麼闖絕 就是人家星期五、六進來入住 你星期三才跟人家說 我們的營是還沒準備好 而且你還要在4月底的時候 已經跟我們說 那個營其實已經準備好 拍了照 叫我們付錢 那這一方面我們是真的很不滿的 那我也有跟他表達 你這樣搞到我們 其他人請了假 這樣做事是相當之不對的 那之後呢 他也主動提供了我們 如果那個廁所還沒建好 他可以提供員工廁所 就是在我們的營區走三至四分鐘 就可以去到的一個洗手間 給我們用 也可以洗澡 如果到星期五去的洗手間都還沒建好 而我們需要用他的員工洗手間的話 他就主動提供可以免費給我們住 也是全數退回這麼多錢給我們 然後我們就商討過 其實走三四分鐘都沒什麼問題 那如果只是洗手間還沒準備好的話 其實我們也可以去玩 因為我們真的在三月的時候 就已經約定了這個日子去 那所以其實 就是沒得去是真的有點傷心 而且因為畢竟都是我們四個第一次去一個 這樣的camping glamping這些活動 那所以我們都真的很想去 去到這個trip 那但是說回來呢 我們是沒有明示也沒有暗示 他們要免費去給這個trip 那好啦 我們當天去到的時候呢 其實你會發覺 不是只有洗手間是還沒準備好 基本上除了我們那個營 還有旁邊的營 旁邊兩三個營 外殼和裡面是準備好之外呢 其他所有的東西都是還沒準備好 不過工程在做事 那當然啦 去到晚上和早上他們都是不開工的 那我們當天去到三點多 那其實他們都是不斷在開工 那去到晚上六點之後呢 其實他們就不做事了 工程上呢 大致上對我們呢 就沒什麼影響的 那但是你會發覺 其實他跟你說廁所未準備好 這件事呢 是一個藉口來的 純粹是想我們取消個trip 但是呢都說回 他們offer的員工洗手間呢 真的走三至四分鐘 還有他們的員工洗手間其實都很乾淨的 那就是一點都不利 那所以在這個安排上面呢 我們是覺得沒什麼問題的 還有另外也想說回 就是其實裡面的園區 因為我自己心想當他起好了之後呢 其實他應該會挺漂亮 還有應該會挺開心的 因為其實他裡面都有一些農場啦 他們有自己種生果樹啦 他們有自己種植 有些農夫啦 他們有自己種植 那他們的show day都是重新鋪過啦 好了那去到第二天呢 我們早上四個人呢 就一起去洗手間那裡茶啦 那順便呢 我們就打算去他們的廚房區 那他們會有一些share的雪櫃 那我們前一天呢 就把我們第二天要吃的早餐 和一些飲料呢 就放在最右手邊的雪櫃啦 然後去了洗手間之後呢 就一起去了廚房那裡 就想打開一個雪櫃 拿一些東西吃回去煮啦 那而我打開雪櫃的時候呢 我就發現有三包我們的飲料呢 就是被人喝了啦 那我也都沒有即時發脾氣 或者沒有即時的態度很差 那我就馬上去他們的辦公室 那個office那裡就跟他們說 不好意思啊 我們剛剛打開雪櫃呢 我們有三包自包飲品被人拿走了 然後呢 最後我就問 啊會不會可能給我們 也會給我們三瓶水 那而第一他沒有即時道歉啦 第二他只是 就是針了四杯水給我們啦 我們回了房的途中呢 是發現地盤的地下呢 是有我們買了的紙包飲品 而那些紙包飲品呢 在他們是不能賣的 因為他們只有汽水賣的 所以很肯定呢 可能是他們的員工喝了 因為回到房的時候 我們都覺得太容易了 然後我們就溝通了 其實他拿了我們的飲品 又沒有道歉 那我們其實是不是都應該 問他拿回被人喝的飲品呢 任何汽水都可以 因為那天真的很熱 我們也覺得我們 問他拿飲品 是非常合理的事件 而小女朋友呢 就說 我幫你打給他 叫他拿回飲品過來 他就打電話給他 就說不好意思啊 我想問一下 可不可以拿回汽水 他第一句說的就是 好啊 付錢吧 我在旁邊聽到之後 我就馬上拿個電話說 我就說 其實這些員工喝了我們的飲品 給我們相同的飲品 我們是非常合理的 為什麼你可以覺得 我們問你拿點汽水的時候 你會覺得我們好像很貪心 去拿回汽水呢 因為他跟我說 其實你們家房 都是免費給你們的 所以就不要那麼計較了 那一刻我是覺得 為什麼可以把他們做錯了的事 然後他們賠償給我 就覺得他們是 免費做多了一些事情呢 假設他做這個賠償是應份 也是他自己主動去提供 那他跟我說 不要那麼計較的時候 那為什麼你說到 我們是一些很貪心的人呢 就是我回想起 就是其實我們的錢 我們很早就已經給了他們 也都沒有想著 他們要退錢給我們 如果他們真的可以 在星期五前 起好的廁所的話 我們絕對是不介意 給那筆錢 也都沒有想著 他需要給我們什麼賠償 所以我覺得這兩件事 是令到我們在這個旅程中 是有一個不愉快的經歷 我很想把這件事 去分享給你們聽 那當然 你聽完我說的話 你可以自己去再思考一下 那還有呢 就是很感謝你們 進來看這個Vlog 也希望你們看這個Vlog 看得開心的 我們下一段影片再見啦 Bye